嘿 今天明明上来自体队 我们又来到TASI啦 我们来看看到底TASI的学生 他们心里面最想要去跟最不想要去的大学是什么学校 我们一起来看他们回答 Let's go 哪一个大学是你最想要去读的 肯定是三位那种 真心讲的话应该是三位吧 因为我原本家就住靠近 那怎么最后会来到TASI啊 学会便宜 哦 被现实打败哦 厦门 厦门家很美啊 那你怎么没有去得到最后 价钱 比较便宜 而且比较靠近我家 三位 因为它盘面比较高 那怎么最后来到这边呢 因为这里便宜哦 这里吧 确定吗 按着良心哦 便宜 韩兴 真正的心寒 你的首选大学当初你选到 我一开始以为MMU好了 我是有去那边啊 这样出去我就不适合我 哦 你原本是在MMU的 然后你是转来这边的 那边有什么经历让你觉得不好 三个吃东西的地方 三个都是印度麻烦 哦 没有华人的东西 华人 其实最想要去的大学就这边 因为这边Campus Life很够嘛 这边很多都有Event 你看我们现在我们每个礼拜都会有 什么Fundraising啊 你可以每天吃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学校不重要主要是每天有很多去的 哪一个大学是你最不想要去多的呢 Sunway 不一样哦 因为听我朋友讲啦 就是比较多那种会比较厉害讲英语的人哦 然后他们会被Bay-Bay-Kord 哈 就是那种不太会讲 哦 不太会讲英文的会被Bay-Kord 在那个Sunway那边 听我朋友讲啊 来 学学学 国立啊 国立 怎么勒 没失利比较好 嗯 咦?什么?什么? 呃... 我可以吗? 你怎么一直看着你的学校? 没有吧? 可能去Yuta了 阿爸阿弟的我? 哦... 可是听我的朋友说啦 他们去那边读他们都比较压力 三位 我渣男了啦 我渣男了啦 是不是你觉得这一头渣男的就是三位? 哦...听我的朋友这样讲 Paylor说首先就是因为他贵哦 其实就是通常我觉得像这种实力大学的人呢 会觉得就是鄙视这些 我们其他同类的实力大学的人 诶...我是Dalas 你是男的?你是Intel 嗯...不过我们贵的 很胖的 都是都是那种哦 不过不是全部啊 有一些是没有standard的啦 没有水準的 哦..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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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... 好... 好...